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站设计的要漂亮 这个漂亮有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第一就是wordpress主题 wordpress有很多主题 每款主题又有很多demo演示站 每个demo演示站 它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的网站 在选择主题之前就能看到 一目了然 各个行业 各个风格 可以发给网站主挑选 第二是内容配图 很多主题的演示站很漂亮 但是自己上手做了网站以后 会感觉一塌糊涂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图片搭配 因为演示站它那个图片 都是经过主题开发者 这里面包括设计师 精心挑选并且修改处理过的 这里需要网站主设计师 或者是做网站的公司 要有找图的能力 还要有修图的能力 另外还要有美感 第三是文字排版 这些国外的主题都是英文的 英文的字体和中文的字体 有着本质的不同 简单的切换成 微软雅黑的字体是不够的 还要对各个标题 菜单 内容等文字进行 字号 字兼具 自重 就是那个粗细进行调整 这里需要设计师给建议 我感觉用wordpress主题做网站 要想让它变漂亮 这三点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二个标准 一个好网站的第三个标准 就是网站打开速度要快 影响打开速度的因素很多 比如wordpress和主题 都是国外的产品 内置了很多国外的服务器上面的应用 比如主题集成了谷歌字体 谷歌的GS 谷歌地图等等 还有很多主题还集成了Facebook 推特之类的社交的一些功能 这些服务在国内是被屏蔽的 打不开 才造成了网站打开有延迟 延迟一二十秒 二三十秒都有可能 另外 默认的wordpress主题 它这个演示站有可能还会引用一些国外服务器上面的图片 虽然我们是在国内的服务器安装的演示站 但是在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 还在调取国外服务器上面的图片 这样才会导致网站打开速度慢 这些都要去发现并且去处理 还有一个网站使用的图片都要经过优化处理 从尺寸格式等方面进行处理 要做到高性价比 图片又清晰 但是它的尺寸又很小 这是图片的性价比 建议使用CDN加速 像SG的主机 它自带CDN加速 还有缓存加速功能 也有一些第三方免费的CDN 比如七牛云的CDN 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 尽量的用上能提高网站速度 如果是服务器不是虚拟主机 那么建议开启那个MemoreCache的 可以大幅度提高网站速度 更多的速度优化 请看Wordpress速度优化课程 这是第三个标准 第四个标准 是建站工期短 快速做好一个网站 是网站主和服务商的共同诉求 在资料准备完备的情况下 一般建站工期可控制在一周之内 这是纯建网站的时间 不包括前期与网站主沟通资料准备的时间 也不包括后来的修改以及突发事件的时间 还有一个是SSL加密 现在浏览器那个地址栏前面大部分网站都会出现一个不安全的字样 这是因为网站没有SSL加密 这个SSL加密可以免费申请 Wordpress加SSL加密很方便 第七是网站容易维护 Wordpress可分配管理员和编辑权限 分配给不同的人员维护网站 即便是没有接触过Wordpress的人员 经过半小时的培训 基本上也可以简单维护网站 做一些日常的更新和网站备份 除了以上这几点 一个好网站 它对SEO的支持还要友好 我们最开始说过了 Wordpress自身对SEO是友好支持的 Wordpress的很多主题开发者也很注重SEO Wordpress的SEO插件也很多 有名的也不少 还有一些高级版 像填写TDK之类的 就是标题描述关键字之类的也很方便 有的主题集成 就算没集成装一个小插件也是OK的 关于SEO大家要注意 SEO友好不等于关键词排名会自动上去 要想获得好的排名 还得需要SEO相关经验的人为操作 目前我这还没有SEO的课程 网上有很多 大家可以找一下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可见